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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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我是正楓 以往呢我們都在使用平燙機 壓一個一個壓我們的口罩 今天呢我們來介紹一台不一樣的設備 我們呢今天來介紹我們的自動燙標機 它可以呢讓我們來做連續的燙印我們的口罩 以及呢它也有燙金的功能 我們還可以燙印在鞋墊啊 或是皮革衣服這種材質上面喔 那我們來趕快看下去吧 好那首先呢我先來跟各位介紹一下 我們自動燙標機的外觀以及功能 它呢基本上是用氣壓式的 那這邊呢顯示的是溫度 我們現在所設定的溫度 那我現在呢因為我們要燙印的是口罩 我設定215度左右 那當然啊每台機器都會有急停按鈕 那這邊呢是我們的靜止的方向 到下方它是整個會做加熱的 這個燙板我們可以裝我們現在燙標的模具 或者是我們如果要做燙金 那就裝燙金的模具 那這邊呢就是我收紙的位置喔 那它有一個最重要的功能 是我可以用偵測的方式 它這裡有一個紅外線偵測 偵測我們的黑點來做判動我們的距離位置 那上方這個旋轉鈕呢 是調整我們的上下的高度喔 那基本上它是用氣動式的 我可以使用手動的方式 或者是這個呢它是攪動的 我們基本上壓一下它就自動會前進 手動的呢必須安全就是兩隻手按 它才會開始做運作喔 那再來還有一個最重要的 它是液晶的電子螢幕喔 那接下來我來示範給各位看它的使用過程吧 好那接下來呢 我來跟各位講一下自動的方式 那基本上呢這個是會用腳踩的方式 那我現在是因為錄影 我會用手壓給各位看 因為用腳踩的方式 我們速度比較快 我們一樣推到我們自居的位置 右腳放上去固定 然後壓下去 壓下去之後呢 好就完成 好那基本上這就是我們自動燙標機的介紹喔 想要了解怎麼做的 趕快來跟我們做聯繫喔 我們現場燙壓口告給你喔